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宝强又上热搜了 这一次是一个微博博主 以我从不相信连父母兄弟都不爱的人能爱别人为题 大肆评论了他 在文章中 这位博主先是提到了王宝强的亲哥哥和嫂子 两人除了种地 就在村里路边经营着一个饼摊 每天四点钟就要起来和面 然后质问王宝强 为什么不帮帮他们 然后他说 我也不敢说王必须要帮哥哥 但是以王亿万富翁的身家 九牛一毛给哥哥1% 就能让哥哥过得轻松 按照这个奇葩逻辑 王宝强的父母 最不计也要给10%吧 还有在农村那些穷亲戚 按照亲叔远近都给遍 不知道王宝强最后还能胜多少 此问一出就招致网友一片骂声 有的网友说 凭什么给 钱是浪打来的吗 有的网友更是直言不讳地说 道德绑架 且不说王宝强跟哥哥的感情本就非常深 也不说钱不等于不爱 就事论事而言 王宝强有处置自己财富的自由 王宝强哥哥也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 以此来指责人家不仁不孝 简直就可以用莫须有三个字来形容 倘若你觉得自己财务宽裕 你可以从自己的财富里分出一部分 赠欲和帮助还比较穷的亲戚 这是你的自由 但你不能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 这不是道德 这是道德表 所有的道德都应该用于律计而非律人 但有的人就喜欢对别人指手花脚 用自己所谓的道德绑架他人 殊不知这才是最大的不道德 例如每次遇到天灾 就人满世界必捐 吴京 战狼二票房快破四十亿了 你不给灾区捐一个亿 说不过去啊 马云 不捐几个亿 怎么对得起中国首富的地位 你不捐 我以后就不用淘宝了 后来马云曾对逼捐事件专门做了回复 捐款是对的 不捐也是对的 但自己不捐让别人捐是错的 是啊 如果你同情灾区 就自己去捐款 而不是把逼别人捐款当做自己的功德 而事实上 马云和吴京都是经常做慈善 那些只盯着一次捐款数额的多少的人 不过是为了悄悄键盘而已 不要觉得我若我有理 你负你活该 言行举止可以毫无底线 指责别人之前请想一想 如果有个人对你说 先生 你赚了一年的工资了 捐一个月给我可以吗 你大概会回一句 凭什么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有些人谈道德不是为了律计 而是为了一己私欲批判他人 你是否遇到过这样的事情 公交车 不问青红皂白就让你让座 火车上 不客气询问就逼你换铺 工作上不给报酬 就让你无偿帮忙 如果你腐腻了对方的意思 就会被大家指责 你这小姑娘 怎么不知道尊老爱幼呢 就让一个老人站在这 怎么就没有一点同情心 你看不见我带着孩子啊 你帮我做这个又不费事 还谈钱 想钱想疯了吗 帮你是情分 不帮你是本分 但有的人却颠倒了顺序 老子的事天大地大 你不帮我就是你的错 我曾在老家听过一个故事 有个人考上了县城的公务员 在某部门里当科长 村里找他办事的人络绎不绝 有的是为了孩子上学 有的是为了家人看病 有的则是为了给家人找工作 虽然他一直在尽心尽力地办 但毕竟能力有限 不能面面俱到 结果很多人都在非议他 特别是有一次 他舅舅想让他违规 帮表弟安排职位 他表示无能为力 舅舅就大骂他 翅膀硬了忘了本 不讲亲情只认钱 最后他母亲冲出来怒斥 你为了儿子有工作 就让你的外甥去犯罪 犯罪是要坐牢的 你知不知道 舅舅才兴兴而退 上海焦大教授斗令成 说过一句话 现在人和人之间的矛盾 主要是来源于 有那么一拨人 关于用圣人的标准衡量别人 用贱人的标准要求自己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已经很难了 不能再难下去 所以对待这样的人 唯一能做的就是拒绝和屏蔽 而不是被要挟 道德绑架 轻则让人不舒服 重则会逼死一个人 2012年上映的电影搜索力 由高圆圆扮演的女白领 叶兰秋检查出自己身患癌症 一直处在恍惚和恐惧中 以至于没有时间 向一个老人让座 结果被人拍下 并且曝光到电视网络上 很快铺天盖地的网络暴力冲塌而来 最后不堪重负的叶兰秋选择了自杀 这是电影故事 也是残酷的现实 今年5月20日 女孩飞驼驼在微博上发布遗书 因为欠下高利贷 无法偿还 一家人被逼走投无路 准备举家自杀 幸运的是 在好心人的帮助下 他们全家得救了 但谁也没有想到 这本是件好事 却又演变成了新的灾难 在网上 键盘侠们有的认为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有的认为是他自导自演的一处闹剧 不仅对他家人进行了人肉 还在他微博下不断地诅咒与辱骂 我们不知道这些诅咒与辱骂 到底在这个女孩身上 留下了多重的创伤 5月31日晚 他再次走了 只是这一次 他静悄悄的 也如某些键盘侠所愿 没有死在租来的房子里 而是在车子里 结束了自己如花的生命 消息传出后 那些键盘侠依旧在说 对不起 我不同情 网友不背这个锅 但其实 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杀人犯 他们敲出的 每一个有关道德的字眼 都是杀人的戾气 生而为人 请对生命保有一丝敬畏 否则今天你用道德绑架了别人 明天你也有可能被道德绑架 庄子曾说 下重不可以予于兵者 赌于实业 这世界上 也没有哪两个人成长经历 所在环境和自我认知是相同的 你认为应该的 对于别人来说 可能就是不应该的 甚至是痛苦的 不用自己的道德标识来衡量别人 懂得尊重别人 才是一个人最基本的修养与善良 而一个文明社会 就应当允许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 好好地活着 与其用键盘评价别人 不如对自己多点要求 用道德和善良约束自己 做一个好人 散出一点热量 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社会的一份子 你做得好一点 这个社会就会好一点 好了 今晚的文章就为您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的守候与聆听 关注读者微信公众号 和我们一起成为更好的读者 那如果你喜欢引游的声音 也可以关注到我的个人微信公众号 整篇经典 我是引游 让我们在下个夜晚不听不散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 林辰 《大迪宏 》 《宣伍》 不是错语者